在我討論今天罷課這班人之前 先和大家看一條影片 就是在討論一些黑衣人 如何騷擾現在在學校的學生 師弟 如果有人叫你上空子 告訴我們 你有沒有學生戴上口罩 舊生在外面校外聲援他們 這個是阿淳 然後你給學生戴黑口罩 又是這個 其實香港人很容易被人騷擾 尤其是低下階層 你看看 人家正在花學 你在那裡叫政治口號 已經不是你合不合的問題 人家是否整班正在學校 現在開了學 外面整班在這樣滋擾 老師又不敢出聲 為何學生那麼少呢 只會有些人走下去 走下去罷課呢 我真的慶幸不是在香港上學的學生 我真的慶幸不是在香港上學的學生 要在香港上學的學生 你看看 你看看 而且班人也是不用上班的 你看到 他們會有行程逆次 可以在工作日 在香港上升還自己的學校 正在學校 現在的學生 即是學校 不要去強權低頭 全部出來 不要去強權低頭 不用怕老師的 如果誰叫你社會公子 告訴我們知道 我們告訴全世界 我們告訴全世界 不要怕他們 不要跪下 你看多奈虐了 那些老師 誰叫你們社會公子 報上蘋果 好 你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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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革命,俊麗!俊麗! 俊麗!俊麗!俊麗! 在讀文, Finally... 真的好有勇蒜 要求你們報上符胡... 如果,如果,如果альная, 不行了 챙 endorse她,不要 を 要為什麼這樣? 沒有人理會了 代表白頭,抵 dwarfs 好的,抵抗! 不會,我不夠 不 Gotå! 鏡頭拍著 我們上來 鏡頭拍著 整班主戴口罩都在拍人 我們在這個鏡頭拍著 社空節 是不是不會秋後算帳啊 阿Sir不敢說啊 阿Sir不敢說啊 阿Sir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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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 不會 一定是行錯 是不是很差 真的 真的 我們會領他出名 全世界都知道 他會在學校搞法 你不是多幼稚 給點掌聲師弟妹 給點掌聲 其實這些好像 我覺得是那些古惑仔 陳浩嵐 那時候 你 好難說 真的 就是古惑仔 爛仔 但是你 加一個政治的口號 然後就好像美其鳴 去支持你 等等 整班無業遊民 又不上班 又不上班 還慫恿而讀書 那些學生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 現在多少 那些小孩 就是 我有朋友的小孩 都是 就是 想媽媽寫家長信 然後不上學 其實他們不知道是什麼 他們覺得威 他們覺得好玩 他們根本沒有這樣的 你想想十幾歲 初中的 尤其是 你哪有這樣的思維 去想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就是你只知道 哎 現在我有良心 現在我在做正確的事情 我是在抵抗這個暴政 現在全世界都是 反政府 怎麼抵抗 五大訴求 然後叫媽媽回去寫家長信 就是讓她可以 真的正式不用上學 唉 還有些學校之前又說 就是可以 主動會跟學生說 你們可以叫家人寫家長信 然後可以 不用上學 但是那些已經很冰山一個 就是 說得出來 是可以 就是 說得出來這件事 其實真的很多學校正在做 然後呢 前幾天都說 一些錄音流出 就說 老師就說 如果你們戴黑口罩 就是把這些政治的大學 都記大了 然後就很多人出來就說 不要緊的 中學被人記大過 或者記小過 都影響不到你 大日出來找工作 這樣 這裡還搞笑 寫著什麼中學雞門要頂住 說個秘密 你知道操行分是廢的 出來社會 從來沒有人理你中學 有多少個大小過 其實你中學拿多少分都沒有人理你 但是這個行為 就是你故意送人 去 一直這樣踩界越界 你今天可能是戴口罩 或者你可能在學校分黨分派 去判斷一些跟你政治 或者跟你想法不同的人 其實你都不知道什麼叫政治 然後越來越跪 做些事情 其實去到最後 就好像現在十幾歲的人被人抓 膽越來越大 就是 這些人是不斷地去煽動 現在的學生 去做很多事情 總之就是想你越來越跪 你快點出去死 做爛頭卓 這裏也有條片 是星期日 即是錄法報 那男生就單拖 即是在一堆黑衣人裏面 然後被人都是欺凌的 即是都很類似 之前我過幾月前 post過的那些 即是有一條有單Q他們 你看電影 都只是每個人都那樣 就這樣套倒他們 看來看 實際上真是偶像亞爾蓋達 那例えば 包來板 сейчас 包去包多錢 和現在 藍色衣服 這還算根本沒有練習 但是他們不斷地在動手 而且你會發覺它們是動手 還會有幾個武器 是黃莉菲的出來 哎呀不要打呀不要打呀 此次也是這樣 劇情永遠都是一樣的 哇 神經病 就是拿那些公物來扔人 你說這些是不是小豪雞 然後就一定砌他生豬肉 就說哎呀他動手打我們先 他非禮我們哪一個女生 但是你整個垃圾桶 扔人家人都沒有反抗 其實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香港是一個 就是 是法治啊 安全的地方 但是那些人可以蒙頭出來 哪一個地方可以給你這些示威者 包了頭包了繩子出來 跟亞爾蓋達的恐怖分子 是不是分別 還有和平 為了香港很多愛呀 愛死你們呀 這個愛真的承受不起 整美其美 一個美化自己做的 但是包了頭 其實你包頭的意是什麼 你講到自己這麼有道理 那幹嘛要包頭呢 放棄油彈呀 就是跟著又到處吐人呀 破壞公物呀 踢爛地鐵站P呀 弄回地鐵呀 各樣各樣 就是你這幾個月能看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這些 然後做了一件好事 就無限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煮大自己 這個男生呢 其實他沒有做到什麼 但是我覺得 他很勇敢 你相對在那些 地鐵不合作運動 可能整個車人出聲 抬低頭玩手機 然後撿兩三個貓仔出來 就是擋住你的門 被你的門關起來 那些抬低頭的人 就是已經用很多 起碼他一個人這樣衝進去下面 就是不怕那些人打他就行 那我也覺得他因為這麼勇 所以班人後來都不敢做些什麼 有這麼多人對眼 鏡頭呀 這樣看著 那說回剛才的霸佛那些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很支持他們 有些人就說 很感動 雖然沒有人親身打氣 但是你要維榮呀 怎樣吃呀 又說香港呢 就是秉承著這個香港精神的高尚情懷 香港沒有了你們 就沒有光彩 香港有人加油呀 就是無私奉獻 無盡的愛 衷心多謝你們呀 老師要拿出勇氣呀 什麼保護公義呀 什麼師弟妹 什麼prow of you 那些廢話 就是 不斷不斷不斷是這樣去 總之 哎呀 香港這些是香港精神 怎樣 我們現在保護香港法治呀 怎樣 怎樣 那 其實真的很恐怖 如果你們現在是學生 在看我這條片 我相信如果你們在學校 去說自己是支持警察 或者是不支持這群黑衣服的 不是他們這些白絲帶黃絲帶 我想是一定會被同學 一定有一些同學去排斥你 那這也是現在我就是說 我慶幸不是生在這個年代的學生 但是我都覺得無論如何 罷課這件事我都覺得是不可取的 如果你覺得上學是能夠帶給你 就是一個益處的話 那你就應該繼續上學 如果你覺得上學是沒有用的 是廢的 那你不用罷課 你不如就缺學 一路缺學 缺到你尾為止 那看看憑你自己的本事 你可不可以自己憑自己的力量 可以考上大學 今天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